禮拜这个前十个会员有没有 前十个的话很简单 0,0的话指的就是这个栏文名称嘛 然后1到10 所以0,那当然我们到11停下来 所以刚好就取得的是到10号的这个会员资料 那因为呢,它尾巴好像 资料里面会有反斜线N嘛 所以如果你假设没有加一个 把printer的这个拿掉的话 它会变成多两个 等于变成说它原来的反斜线N 再加printer的换行 那变换两行 那不对,所以怎么办呢 我上一方就是把这个地方加上那个什么 把尾巴的那个换行拿掉 end等于双0号 这样就OK的 所以输出结果就是1到10号 那第二个我希望能够留下姓名跟手 可是问题姓名手机怎么只留这个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怎么把资料切开来 那切的话是有规律的 有没有,它中间有加逗点 所以如果假设呢 你这个地方中间有加逗点的话 那你要想到什么 就是把这个资料后面加一个split 没有,所以我就在这个printer上面 就把刚刚printer出去的这个东西 list1啦 因为我把这个地方就是先 这个一个一个的话 实际上就是先放一个 到那个list1 i的话指的是0的话指的就是它 有没有 那我要怎么把它切开 所以我就这个上面先空一行 然后把它拿上来 拿上来做什么呢 我就加一个点split split就是切割它 那按照什么切割 按照逗点 所以在split里面加一个逗点 那因为它会返还 它就会得到什么结果 就会把这 0的话就是把这个切开来 所以它最后会得到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是这样 把它切开来 然后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1234 有没有 所以 那特别注意 因为它会return一个串列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在它前面 加上一个叫 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串列 叫list1 所以我的习惯是 如果在下一个串列 那名称干脆叫list2 所以得到的这个串列 就放在list2里面 那如果假设把我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list2 我这个底下就print它的话 那你应该会得到什么结果 这个 我先把它print出来 print得到的结果 就会长这样 有没有发现 它因为经过一个切割的过程 它就会变成像list2里面放的 有没有 就会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每一个别的个别的资料 不过一样 它好像切割完之后 手机的尾巴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只有手机这边才有 其他不会有 OK 那我要的是姓名跟手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只要那一个怎么办 只要 特别是要 很简单 你就在 如果我要的是姓名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这一个list 后面跟他讲 你要第几个 那你要第几个的话 记得这个很重要 加一个中瓜 加一个第几个 姓名的话是1 然后OK 你就补一个1 按执行 这个时候姓名留下来 那这个意思指的就是我要第几个里面的资料 OK 它就会帮你从那个什么 帮你从那个串列里面直接取出来 它就不会是串列 它就会是什么 它就会是 假设它是文字 我先把它再倒回去 如果它里面是一个文字的话 它输出就会是文字 如果你要把这个取出来 所以如果我不只是姓名 我还要手机怎么办 那我就很简单 我就这边加一个 这边先取1 然后后面再串 串4就好了 这边改成4就可以了 它就取这个跟取这个 但是一样问题 4的后面会有一个反斜线N 所以会多一个换行 不管我们等一下再处理 我先执行看看 会不会是姓名手机 执行看看 没错 姓名手机 但是你说老师姓名手机好像连在一起 我希望中间加个斗点 那你就直接在这边加一个斗点就好了 这边加一个斗点 然后再串 这边就加一个斗点 执行一下 有了 中间就加斗点 那因为手机后面有一个反斜线N 所以跟这个print本身的换行 这边多两个 所以这边就是加一个斗点 1N 等于双引号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把它输出 结果应该就OK了 执行一下 有了 有没有 结果 应该看得懂这意思吧 这是很重要 如果将来你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把它切开来的话 那跟各位讲你后面应该没办法做了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要如果要放到Excel的话 你要先切开 因为Excel里面就是很 一格一格的 其实就是一个list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办法把它切 你要的 那你后面就没办法处理了 OK 所以刚刚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 把原来list的1有没有 加一个splitter 然后return回来就是一个串列 再利用这个串列取得第几个 编号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中间加一个逗点 这样就OK了 那可是第二个呢 你说老师那可是我 如果我希望呢 不只这样子 因为现在只有这边看到 那我要存档 存档 这是要怎么存档 所以存档还记得吧 上礼拜其实有做过 有没有 存 输入的那个有点像一个简单的成绩的report OK 那我要存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的话 把这个的结果 直接就帮我存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或许就直接把它存在哪里 存在我们的c底下的temp好了 当然如果你有d你就存在d底下 那这边叫member 我叫member底线rpt好了 可是第一件事情哦 你需要先把这些资料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字串 串在一起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它存档哦 刚才记得存档吧 存档比较简单 存档就在三行 这三行就是什么 第一个先建一个f等于open 其实跟各位讲 不然的话你的蓝的档 就拿上面这个复制 因为第一行都一一模一样 只是把这边改成w 上面是read的 下面是w OK 然后存档路径呢 就存这边 叫做rpt.txt 有没有 OK 第二个的话就写 写的话呢 上面是readrise 下面的话是写 写的话是什么 f.wr 有没有 wr它就出来了 write 然后你需要一个s 可是你说 什么目前好像没这个s OK 没关系你把它伸出来就有了 第三个是f.close 所以反正我跟各位讲 这三行你可以把它当fine 因为存档就是这三行 基本上 所以目前少一个s 所以这个s 好像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s等于先寓 图子值是空的 我把它写在for回圈上面 那我要把什么呢 把这些东西帮我串串串串 串在这个s里面 再写出去 我就成功了 我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怎么样累加 就是串串串串串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的习惯就是把它在printer的下面 再加一个s等于s自己本身 加上我要写出去的东西 我要写什么东西呢 写这个东西 它print出去的东西 我不只是要print出去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s的次串变数里面 它才能够写出去 所以我把这个固执过来 其实理论上后面应该要加一个换行 加一个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 因为它print本身是有加一个换行 可是这个你本身 不过我们刚刚有发现 手机后面都有换行 所以记得你这个就不用加 不然你再加一个 它变成两个换行 特别有印象 好这样就OK了 所以s空的 当它第一个手机这一行放进去 串在一起 所以s等于s加 这个蛮像刚刚那个累加的吧 A等于A加i OK到差不多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全部串一起之后 再把它写出去 这样就写完了 OK 所以我刚刚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存档 存档 这个应该是step1 step2的话就加一个s 这个 这个就是step2 OK 这样子就写完了 好试试看 最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没错了 然后最后看看 在temp里面有没有rpt 有了 打开看看 有了 成功 所以其实应该也不难 只是说你观念正确 应该这件事 然后再来有些范本 我就觉得常用你干脆就把它当一个范本 记下 因为这个每次存档就写这样就OK 应该也不难记吧 只是说把上面这个改成w 然后这边改成right 然后这边close掉 OK 这样就解决了 好 那我把刚刚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再用sprint切开 就变成this2 然后print的时候就print1跟4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存档 存档的话就是这个是1 这个s就是2 这样就完成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